大家晚上我們起來關心今天的天氣 今天好熱 全台各地的白天陽光非常的大 很晴朗 請大家好好把握有兩天的時間 就是禮拜六禮拜天 禮拜一封面開始會接近 今天還是有一些午後鎮雨 靠山區沿著靠山區 遇到午後雷鎮雨 聽到雷聲請入室內 明天到後天禮拜一會吹南風會更明顯 像今天是吹了東南風 但是慢慢的會有南風下來 然後接下來就是這道封面 現在來看的話 這道封面大概就是禮拜一的深夜 到禮拜二禮拜三的時候影響 很快的禮拜三就會過去 所以接下來又東北風 溫度稍微降一點 然後溫度就開始就拉起來了 所以最近要注意這個禮拜一 可能在封面前緣比較不穩定 到禮拜二封面整個接近的降雨 接下來下個禮拜大概就有一點南風了 又很快回到比較偏熱的天氣 最近就是看這幾個勢力的變化 當然下一波可能是在五月底六月初的時候 所以禮拜天各地還是在靠山區 還是有些午後的鎮雨 這種午後的局部鎮雨 不知道在哪裡 所以叫局部 靠山區有局部鎮雨 然後禮拜一可能這個雨 在封面前緣的暖區內 降雨量會更多一點點 所以禮拜一的降雨 午後的鎮雨 可能會更不穩定一點點 那各位注意到禮拜二 禮拜二的降雨可能就會比較大 但是現在這個降雨量還有分布 還有一些變動空間 我們目前預期可能是這個樣子 但是明後天可能會比較清楚一點點 然後很快的到禮拜三就會緩和 所以請大家稍微留意一下這個變化 那這幾兩天雖然是好天氣 不見得有好空氣喔 整個西半部陽光很大 光化很明顯 下雨都下在靠山區 所以平地來說的話 空氣品質比較差 要稍微留意一下 屬於敏感族群不健康等級 晚上還是有點熱熱的 請大家留意一下 明天空品還是一個問題 這個大概是以本地為主的 所以請大家多留意一下 主要是本來就有排放 加上陽光又很大 光化反應又增強了這個汙染 所以光化反應是一個 把各種汙染物現行 增加更多一種做法 所以在目前來看的話 明天空氣汙染要留意一下 我們給大家很建議 週末晴朗高溫要注意防曬 一下子就容易曬黑了 靠山區容易有雷震雨的發展 所以請大家避雷 聽到雷聲請入室內 絕對不要說我都沒有做壞事 那下週一封面在北台灣 週二接近全台有雨 那整個天氣又跟上一週一樣 有一點變化了 這波可能一樣有一點不穩定 但是不穩定多少 我們過兩天再給大家好好分析 那麼快沒測至於 比如說從上面 我們的寬人 就是我們去那一張